随着经济高度发展贫富差距拉大 许多先进国家的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游民 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 而在亚洲的日本对这种现象非常的重视 特别透过了立法协助游民自立生活 并且提供他们租金补贴 让低收入户也有舒适整洁的栖身之处 换上短裤认真卖力的刷洗着浴池 为开店做准备 今年六十岁的乔本笔履义 在NICE租市会社经营的三星温泉负责清洁工作 收入不多一个月最多零五万日元 大约一万六台币 但是能靠双手赚钱 这让他活得不圆 不工作的时候 桥本最喜欢待在家里 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书 他的家干净明亮方便舒适 八坪多的房子租金水电加上管理费 一个月六万一千元 将近台币两万元 这绝非收入微薄的人负担得起 但是却在日本真实发生 以大阪市为例 政府提供包含住宅补助生活补助 最高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日元 将近台币四万元的生活保护费 用高额的生活保护费贴补租金 就能让低收入户实现 有房子住的梦想 缓缓地抽着烟看着家乡的方向 乔本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 但是在他的心里面 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 他卖力的工作 只想快快存够钱 再次跟家人团聚 记者詹淑云黄首明日本采访报导